高温不只让人受不了 最近在网络上就流传了一段影片 金刚鹦鹉飞上椰子树 摘椰子 把椰子啄开大口的畅饮 而动物专家说 金刚鹦鹉的确会喝椰子汁 但国内多半是人类饲养 要剥开椰子壳 力量应该没有那么大 今年夏天温度屡创高温 连动物也耐不住炎热 网络上就流传了一段影片 有一只蓝色金刚鹦鹉飞上了椰子树 偷摘椰子 把椰子啄开大口畅饮 不少网友看了直呼实在太可爱 动物专家也说 金刚鹦鹉的确会喝椰子汁 但国内多半是人类饲养 要开椰子壳 力量应该没有那么大 我们可能是应该 因为我们没有测试过 它有这么大的力量 看到那个新闻画面那些 那个金刚在那边喝椰子 但我们的金刚有很多特色 它除了力气大之外 它很听人的话 它因为它智商很高 它寿命也很长 我们鹦鹉都蛮珍贵 我们都有固定给它很好的飼料 所以说我们就不会让它说这样子去 我们有固定给它有水喝 然后有飼料 所以说它可能 没有像一般野生鹦鹉一样 一定要飞到枝头去吃椰子 喝椰子水 这个可能 它还没有这样子的需求 所以说我们大概不知道 没有测试过 一只金刚鹦鹉在椰子树上 摘起了一颗饱满的椰子 前爪紧抓着不放 再用鸟汇将坚硬的椰子壳 用力灼开 鹦鹉享受夏日椰子的盛产 这样的景象在国内的确极为罕见 记者林杰 凤丁正采访报道